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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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網友 這幾天我也有報導中國軍隊的情況 我們就講 陸陸續續 由火箭軍司令李玉超 證明換人之後 李尚福不見了人 結果證明落職之後 有很多人被傳落職 這些事情何時會證實呢 我們有三方面證實 第一 他的職位是被另一個人取代了 例如火箭軍司令 他的職位是由一個海軍出來的人取代了 證明現在不是應該換屆的時間 那個人一定出了問題 有一些人 前幾天就是軍工的人 四個很高級的 去到董事長級 在政協的位置被拔下來 這就是第二種 今天講的 有九個人 在人大代表 其實還有一個是全國人大代表 有一個是人大委員會的常委 被拔下來的 被拔下來 其他還有未曾知道的 就是三中全會的時候 如果是中委和後補中委 他一開三中全會 就要宣佈哪些人是被取代的 這裏又有一批人 這些人是將領以上的 才會是人大代表 以及全國黨代表 或者中委 如果低級那些 如果你看見這麼高級的 都這麼多人下 中下級一定是一百多十人 我都說這是習近平自從2012登基以來 這次反而是最急的 這真的非常奇怪 好了 提提大家 11月31日截止的蕭貓貓 這次是過年的 一定在過年前寄給你 這個七見英堂 這個赤金釘 三文治餅禮盒 三文治餅禮盒是兩塊餅 夾著餡料 但它當然不是硬的 是很鬆脆 很好吃的 這個布已經非常漂亮 拆開盒 漂亮得不得了 你真的不捨得打開它 紅金亮色 而有八件餅在這裡 每件都是獨立的 有四種味道 靖江抹茶 比利時可可鐵觀音 這個焦糖奶油蘋果 263元 拿給別人看很好看 這個不是這種 這種是青島旅行的 是這樣的 每個蛋卷 我昨晚忍不住吃了兩條 這個我不相信 兩盒 兩大盒 這盒都很漂亮 但裏面每一條都是這樣的 是三種味道 大家看到 三種味道 黑 這個巧克力 鐵觀音 這是鐵觀音 不是 是 抹茶 鐵觀音 每樣四件 12件 兩盒才385元 一盒175元 拿去見人 是非常好 好了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 人大常委會 可以決定 國務院的任命 和 人大委員的任命 首先第一件事 李尚福已經下台兩個多月 終於決定到 誰做國防部長 是前海軍司令員董軍 他因為被任命為國防部長 而剛剛卸下了他的海軍司令員的職務 接替李尚福 首先你知道 這個國防部長只是虛銜 他沒有副國防部長 因為根本沒有部門 國防部平時的職權 全部是由軍委會做的 國防部長是做職業的服務 即是外交 出席代表等等 但他在一個榮譽很高的位置 排名很高的位置 通常他兼兩項 一定是 中央軍委的委員 國防部長很多時候兼國務委員 這次沒有任命他做中央軍委委員 中央軍委委員不是他可以任命的 這是真的 這個可以等一等 這個叫三中全會 但是他可以任命他做國務委員 又不任命 為什麼呢 1961年生 軍人來說已經面臨退休了 24年了 已經是63歲 煙台人 山東人做海軍比較多 1978年考入解放軍 海軍大連 艦隊學院 歷任 大家看看他做什麼 軍訓部長 北海艦隊副參謀長 是參謀官出身 海軍92269部隊司令員 真的在軍隊出身 你看看他 一直做到副級而已 到這一年他突然之間 2013年 習近平上了台 東海艦隊副司令員 副參謀長,然後2017年飛黃騰達,做南部戰區副司令員, 2021年海軍副司令員,人家說他是比習近平的親信苗華大力舉戰, 苗華是現在的總政治部主任,軍委會委員, 2021年升做副司令員,半年都不夠,他本來是南部戰區的副司令員, 熬了4年,忽然間升任海軍副司令員, 5個月轉任海軍司令員,9月晉升上將, 其實應該升了政軍級兩年才升上將,很急升上將, 這個人也是被習近平超級提拔的, 12月25日晉升上將,海軍司令員由胡宗明接任, 剛好幾日前,就是取代他的海軍司令, 等他可以做國防部長,好,呂美政治學者鄧元明說, 將海軍司令員,董軍做新防長, 有些意思,中國國防部長從來沒有來自海軍的, 沒有來自海軍的,以前永遠來自陸軍的, 永遠是那些元帥,最早的全部元帥, 第一個國防部長是彭德懷,第二個就是林彪,大家想想, 後面全部那些人不是元帥,大將就是上將, 是耿彪不是的,這個就是到了改革開放之後, 習近平之後,就開始有火箭軍的人, 和裝備部的人,因為習近平很喜歡這些人, 但是海軍出身的人從來沒有, 是不是有些思路的改變呢,不是, 海軍在解放軍駐兵種作用更加突出,不會, 我認為他的說法是錯的,其實因為, 你不能夠再用火箭軍, 你又不能夠用陸軍,現在陸軍真的沒有重要性, 你和美國打仗,空軍也很多人出了事, 別無選擇,只可以用海軍, 你看看火箭軍的司令員,都是由海軍提拔, 他覺得海軍沒有這麼嚴重, 海軍雖然拘捕了很多人貪污, 但多數是做船那方面, 做航空母艦那邊, 海軍的人沒有這麼嚴重, 鄧月明說,國防部長的任命, 和火箭軍將領代表之間的宗旨, 表示對軍工行業的整頓基本上結束, 我不同意,有排數, 哪裏有得結束呢, 即是你找了一些人出來, 你就要他供其他人出來, 來立功, 結果一定越供越多人出來, 即是拔蘿蔔, 或者拔薯仔, 連根拔出很多出來, 這些叫做瓜萬鈔, 好, 這個長期關注中國安全問題的 中國分析資深員Maurice說, 第一次任命一個海軍將領做國防部長, 為什麼非同尋常呢, 其實我覺得他沒有人可以用, 但是董軍當然將他的海軍和海事背景帶來國防部, 你知道的決勝, 如果打台海不是在海軍, 根本就是在空軍和導彈, 空軍和導彈不贏, 海軍是sitting duck, 你一定要拿到空優, 然後海軍才可以出動, 不然就被人打到, 就全身用什麼打沉呢, 反艦導彈, 你看見莫斯科號都被人打沉, 那些戰艦是在你奪得空優和導彈優勢之後出動的, 然後最大的是運輸的功能, 其實是不會打戰艦對決的, 真正的對決是空軍和導彈, 所以海軍是用了很多錢去做航空母艦, 是用來做兵力投射的, 即是航空母艦載著飛機, 就可以繞去台灣東部, 封鎖台灣, 其實最重要是這樣, 而有航空母艦, 但你也要先拿空優, 航空母艦就可以放飛機出來爭取空優, 然後那些055萬噸的驅逐艦, 是用來保護航空母艦的, 其實就是這樣, 一個國防部長的工作, 路透社說這件事是真的, 為何要急急做到國防部長呢, 這個很好笑, 11月習近平和拜登見一面, 就答應國級的軍隊國級會對話, 沒有國防部長, 沒有對話, 其中一級是國防部長, 一定要和美方接觸, 因為這個是習近平答應了拜登的, 降低台灣和南海發生衝突的風險, 而董軍對於這兩件事是熟悉的, 大家看看他, 他是做過南部戰區副司令員, 所以也是東海艦隊副司令員, 所以他知道戰艦的事情, 和美國談的時候比較好, 我的預計就是, 中共會在南海保持一定的干擾, 甚至在釣魚台對日本進行一定的干擾, 但在台海暫時不能夠大量干擾, 因為他正在整頓軍隊, 好, 九個軍方將領, 被罷免人大代表, 九個都厲害, 做到人大代表的不是野小, 張振中,張玉琳, 曉文敏,谷新出,丁來曠, 呂宏,李玉超,李全港,周阿力, 他們是來自哪裏呢, 軍委裝備發展部, 這個重災區, 李尚福就是裝備發展部, 海軍,空軍,火箭軍的人大代表, 空軍尤其是重要, 所以海軍, 其實人家說吳勝利, 再前一任的海軍司令, 吳勝利已經被抓了, 這個就是, 好了,大家看些甚麼人, 66歲,丁來曠, 這個是, 解放軍,空軍司令, 上將函, 原理上這個很大的, 他比他年輕, 李玉超, 火箭軍司令, 上將函, 周阿寧, 再上一任, 61歲,66歲的火箭軍司令, 上將, 李全港, 火箭軍副司令中將, 呂宏, 火箭軍裝備部部長, 這些就是含摺, 火箭軍下面又有裝備部部長, 是不是很合夷, 然後上回李玉超, 是中部戰區陸軍副司令, 陸軍出身, 但他已經去到裝備部做, 張震宗, 總參副參謀長 但他亦是火箭軍副司令 張玉琳,總裝備部發展部副部長 總裝備部副部長,國防科技大學校長 中國軍委裝備發展部副部長 整個軍屋軍攻系 貪污最嚴重的,原來就是火箭軍和空軍 谷新春,海軍南海艦隊司令58歲 南海艦隊裝備部,也是買東西的 南海艦隊副司令,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副部長 真正拘捕的,是因為他是裝備發展部副部長 是一鍋端,一鍋炒起來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 現在的射月計劃有沒有受到影響呢? 好了,今年5月就說張振忠被帶走調查 另外4個被火箭軍軍人代表大會罷免 張振忠由軍委聯合參合部軍人代表大會罷免 這樣的,那些人大軍隊是特別由軍隊選出來的 他現在就報道,他們是由他們選出來的那裏 軍隊裏面的人大先罷免了他人大的職位 先派上去人大常委會處理的 他們都捲入軍備裝備腐敗案 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軍人代表大會,又罷免了兩人 好了,丁來航,前空軍部長 這件事得要,涉及西郊機場工程腐敗案 起機場可以貪污很多次嗎?我不知道 這次解放軍蓋幾十年罕見的高級將領集體被查 海軍明報消息說,前防長李尚福在其中 有一半被罷免的,來自火箭軍 進一步證實火箭軍為主的軍備貪腐大案 我先解釋這件事給大家聽 這件事的發生,根據傳,我不知道是否是真的 就說李玉超的秘書 告李玉超,這是一個說法 說他們的將領站在一起 第一,集體貪污,第二,妄議大政 在背後他們加上說,習近平都瘋了,打台灣 真是的,都不自己量一下自己,我們有甚麼能力打台灣 遇到美軍,死就死我們,火箭部當然是美軍 第一個就是打火箭基地,然後加上貪污 兩面人,習近平提拔你們的,而他們在背後說這些 這個是一個說法,第二個說法就說普京知道了火箭軍涉物 然後通知習近平,習近平開始,這個說法就牽涉到火箭軍,國防部長 和陰謀論,和秦剛一起比起出來,牽涉到龐大的涉物案 我傾向不同意,一定是集體貪污,這個不用說 我告訴大家大家的集體貪污有多嚴重 以前清朝時最發達的東西就是做河工 即是修理一條河,最大工程是每年幾百萬兩 二三百萬兩,或者那些宮殿要蓋東西的時候 洗十元,如果有三元是洗下去的,那個便是好官 為甚麼呢?要派勻的,你知道嗎? 為何十元洗三元便是好官呢? 當地的政府又要派,秦河的總督又要派 內務府又要派,中央公部的人是不是要派 戶部的人要派,皇帝的親信要派 派勻,三成道工,那個便是清官 大陸你猜有多少成道工呢? 好了,台灣政治大學國際研究中心的主任扣建文 這次被罷免的是人大代表,多數是技術官僚 集中在兩個部門,這個人說得對 火箭軍和裝備採購 我只是問這個問題,我都不太明白 這個簽20是搞了多久,究竟簽20有多少架? 任你說就是110架,他很久了,簽20是很久了 我都看不到有簽20編成中隊出來的,人家F-35是比你遲很多 F-35已經七八百架了 那些航空母艦,經常進去維修是無法出來的 現在已經大半年不見了遼寧號 這兩大系統出大事 好,今年七月出了一件事,已經知道是 是開展裝備採購招標評審委員,評審專家 違規違紀清沙整肅活動 是由2017年開始,每一張標是怎樣下的 有無人洩露消息給人聽 7月時我說這個麻煩的 是倒數2017年,查回6年的賬 每一個軍售,哪有人不貪污的 大陸我是不能夠設想到一條不貪污的 因為你不貪污是被人排斥的 你會被炒魷魚的 全世界都貪污,你一個不貪污 派一條公訴給你,我不要 你懶清高嗎? 很早之前我已經講過窩居那個電視劇 窩居已經講過了,他是做政府的秘書長 我要找一個女人假扮是我情婦帶去和你吃飯 否則每個都帶情婦去,你沒有 你可能會打其他人 你有,大家一起攬著 所以沒有你都要弄一件去的 今年10月被免除防長職務李尚福 以前就是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 始終現在軍人的工資和火食不是貪得很多錢 那些普通的彈藥不是花很多錢 最嚴重的是買新裝備 這些爛鬼航空母艦是幾百億一手的 扣建民推測 李尚福落馬和這一天罷免有關 解放軍掀起大案 習近平是不會搜遠的 你想想吧 決定調查到這個程度 哪有得完 一定是讀很多人出來 其實是每個人都關注的 即是這樣 他現在去到軍委委員 李尚福 你再向上查就到張又俠 張又俠是李尚福前兩屆的 裝備發展部的部長 我問你死不死 當然他入了軍委 已經是2017年已經入了軍委 2012年已經入了軍委 這案牽連幾港 現階段難以預估 即是習近平是怎樣都不會容許你們 在軍備上大量貪污 因為他的願望 就是要和美帝對抗 修復台灣 用實力 無論是震懾也好 打也好 你們大量貪污在這些裝備 就阻礙習近平的紅材偽略 如果不徹底清除了 我怎知道打仗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那些導彈原來不可行的 你們偷工減料 那怎麼辦呢 而且很危險 這些人在幕後 妄議大政 喂 火箭軍警多危險 只要知道習近平在哪裏 射過導彈來打他 你就麻煩了 我告訴你射過巡航導彈 曝光的九名出示軍頭 只不過是這些人 在全國人大有職務的項領 不知道多少人是在人大沒有職務的 他現在是弄了政協和人大的人 未弄中委會和後補中委的人 還有不到級別的中級軍官 難道這些人自己貪污嗎 一定是透過很多中級軍官貪污的 將會有一批被查處的軍方人員陸續曝光 這個牽涉到這麼多高級的人 是比2012年2013年 徐才厚郭霸雄來得更加急 更加Mars 路透社說 這是習近平的一大挫折 他真的用了很多錢 大肆研究高端武器裝備 與美國比高低 本來想解放軍全面現代化 2050年還有26年 世界一流的軍隊 世界一流的軍隊怎麼說呢? 就是起碼拍得住美國的軍隊 為了這個實現目標 國防預算 年年增加十幾% 現在去到2000多億美金了 美國使用的國防預算 是後面十個國家加起來 都比不上美國 中國排第二 中國使用的國防預算 是後面九個國家加起來都不夠中國 2000多億美金 而終於用到這麼多錢 這麼多人落馬 習近平的強軍夢想未破滅 士氣和氣勢已經嚴重受損 這個我很記得 2012年習近平一上台 就要軍隊 招之則來 來則能戰 戰則能勝 也都暴露了中國在南海和台海地區 與美軍爭霸 大量軍事投資的問題 監管不中 即是你要建立一套體系 去監視這套體系 而那個監視體系不夠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他在2015年 習近平 拆散了 走了80年的中國軍事體制 中國軍事體制本來是由三總部指揮全軍的 總參謀部 總政治部 和總後勤部 後來總後勤部 分多了一個總裝備部出來 變成四總 現在他 2015年 他將整個由毛澤東建立的軍隊指揮體系 拆散了 他變成這樣 他就是軍委會 下面 就是軍委工作辦公室 有十幾個部門 將總政治部 因為他覺得總政治部總參謀部 覺得太大權 這裏有十幾個部門 這裏有十幾個部門 後勤的總四部下來了 然後分了軍種 軍種負責軍隊的行政和訓練 然後分為戰區 戰區作打戰計劃 他是將整套東西拆散了再組織過 當然原本建立的確認和平衡 是沒有了 監管嚴重不足 監管滯後 沒有了系統 致命性問題 九個人大代表 三個火箭軍 一個空軍 一個南海方面的海軍將領 四個人 是與軍事採購有關的 將會有更多人下台 環繞火箭軍精神未結束 這個我同意 吳牧聯說的話 即是 你會見到清洗的速度之快 因為由李尚福下台到現在 火箭軍下台間 是五個月 當日拉徐才厚郭伯雄 是分了兩年拉的 慢慢拉的 先拉徐才厚 再拉郭伯雄 前後用了兩年 你現在幾個月內拘捕這麼多人 軍心浮動 在幾年內打不到仗 因為那些人一是怕自己被拘捕 沒心機打仗 一是想著自己實被拘捕 想著自殺 第三 又不知道我會不會被牽連 調到別處 誰有心機做事 而且你拘捕了幾次 你升上來的人夠不夠經驗 這件事令我對於世界的和平 有比較樂觀的看法 好嗎 這段廣東話 2024年響食派對 一出就有勁惹大家 門市優惠 1月1日到1月15日 有新事上架 韓國JJ醬油蟹 我的女兒很喜歡吃 是韓國五大名菜之一 將未經煮過的生蟹 放在醬油裏醃的 傳統上將白飯加入蟹黃 一起混合來吃 鮮味無比 很大隻蟹 一隻600克 原價138元 現在99元 開派對做前菜 最重要是很大隻 吃完就吃暖粒粒的古法羊腩煲 不僅是備執 還有配菜 包括筍、冬菇、羊腩 又夠軟又野味 加上生菜煮 吃完暖粒粒 900克 兩磅重 現在特價168元而已 好了 開派對自己做最重要是快手 最簡單就是買善寶的野火魚柳 煎一煎就能吃 野火魚柳 500克 原價78元 特價58元 或者是骨錦金沙骨 骨錦金沙骨 煎焗也可以 45元 特價36元 兩款都要用火龍果來代替糖 所以肉質特別有咬口 如果想加多兩款小食又能吃辣 就要買台灣和秋麻辣鴨血和豆腐 他們有一種麻辣香 而且麻的感覺 真的很好吃 原價45元 現在一律36元 其他優惠產品還有一家一家寒牛 牛肩甲肉火鍋片300克 原價245元 特價168元 牛肋肉扒200克 肉質有滑 油脂均勻 平時198元 現在148元而已 好了 天氣涼涼的又買臘腸 做煲仔飯 我們這些臘腸全部香港製造 不含添加劑 買了十幾年 是有順餘的品質保證 鵝潤腸最受歡迎 很甘香的 香港很少鵝潤腸做的 這個真的是鵝潤腸 鵝潤600億斤 特價238元 鮮潤腸不是和外面一樣用鴨乾做 是用火雞肝做的 加上上等巴西豬肉 特別濃郁 一斤裝198元而已 這個就是火雞肝 有潤腸一定要臘腸 想吃肥一點就買鮮肉臘腸 208元 瘦一點就買黃牌臘腸 218元 買兩盒送中國特級無腳甘菇一斤 價值148元 或者買任何三盒 都可以送一盒最便宜的給你 例如鵝潤腸加臘腸 最便宜的是臘腸 那就多送一盒臘腸給你 逢三送一 好了 購物 滿150元 又有東西送 還沒算 送台灣和秋香麻辣拌麵 400克一包 150元送這個 300元 300元送Muchichon 韓國 韓國豬 免治豬肉 400克一包 這兩樣都是送完即止的 多買多送 買臘腸就沒有這個送了 大家快點光顧一下 多買多了 OK 多買多了